我们现在讲我们向量分析里面的一些曲线的空间曲线的一些几何量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叫做UnitTangent和UnitLomal 还有就是Curge 就是单位切向量单位法向量和曲率 这个我们叫做曲率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几何量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个视频我们讲的这个弧常参数 弧常参数如果一个曲线 它的参数是弧常参数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第一个是它的Length 从S0到S 这个R关于S的Derivative 这个Derivative 这个D S 这个是正好是S减上S0 就是说它的从S0到S的这个长度 正好是正好是这两个字变量的直差 那为什么呢 这是Rs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因为这实际上是G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先看这个 它的长度 我们先算一下它的导数 那么关于S的导数 那我们知道它是DRDS 我们可以换一下 我们用TrainRule 可以写成DRDT 再乘上DTDS 这用TrainRule 那么DRDT就是R关于T的导数 那么DTDS DTDS是等于1 over DSDT 但是我们知道DSDT是什么呢 DSDT就是它的导数的磨成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是R关于S的Derivative 它的长度正好是等于1 这是一个单位项链嘛 那么有时候我们有这个 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另外一个 其实我们就得到知识 其实是两个性质 我们从它的导数等于1 我们得到它的长度 就是从7点到中点的长度 正好是自变量值值差 就是两个性质 如果一个曲线 如果一个曲线 它是Parameterization Parameterization by Arculus 的话 那它的切向量 直接就是单位切向量 那我们就这样定义 Unit Tangent Vector Unit Tangent Vector 我们记作T T是什么呢 T就是我们 DRDS 这个有时候我们把它记住 有时候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 有些书上把它写成这上面打一个点 就这个表示是弧常参数的求道 这上面打一个点 表示对弧常参数的求道 应用Tangent Vector 也可以写成这个R关于T的导数 除以它的本身的长度 T可以写成这两种情形 这个是这个是弧常参数 上前面这个是弧常参数的 弧常参数曲线它的Unit Tangent Vector 这个是Auclens 这是Auclens参数下的 Unit Tangent Vector 那这个是我们叫做 Parameter 在一般参数下 它的长势是这样的样子 那这个我们是已经知道了 它的Tangent Vector 你再去求它的Unit Tangent Vector 我们就把它Tangent Vector 除以它就是单位化 除以它本身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T它的长度是等于1 那我们 那我们把 T的平方我们除一个导数 D DT DT的平方 或者说是T等于1 那么我们可以说T DOT T 这也是等于1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它的长度是固定的话 那它的导数跟它本身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两边关于T 求导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T 如果这个是T的话 这是等于0 这个是等于0 这个是等于0 也就是说它的导数是垂直于它本身的 这是在 这是一般参数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 那我们就把这个lom 我们就记作lom vector 单位的lom vector 单位的lom vector 单位的lom vector是什么呢 T T T 的derivative 除以它derivative的 长度 这个是单位 这个是unit Normal vector Normal vector 但是如果说在 在无常参数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好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 互相参数的话 这个就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好 嗯 那我们得到的是 嗯 我们用D Ds 这个T T 当然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是 这个是等于0嘛 因为它 这 这两个 这 它自己的长度就是1 等于0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ts 2倍的ts.ts ts的 derivative 也等于0 所以我们说 t 关于s 的derivative 好 垂直于ts本身 那一样的我们 我们把这个lorm vector 写成是 嗯 那么这个lorm vector也是 T 关于s的derivative 再除以 它关于s derivative 的摩产 那这个可能好算一点 在一定程度下 这个好算一点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 T 关于s的derivative 我们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是 因为它是虎长参数 我们经常写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虎长参数的话 我们用上面打点 应该区分开的 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 T关于s的derivative 是 R关于s的derivative R关于s的二阶derivative 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我们的前面这个T 因为这个 用一般参数的话 这个T 因为在一般参数情况下 这个T是 R关于s的derivative 现在不是很容易 当然我们在之后我们会讲 那如果是虎长参数的话 就直接对RQ 二阶derivative 再除以它的 二阶derivative的摩产 就可以了 这个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计算 那么 我们 把这个二阶derivative的摩产 我们叫做这个CAPA S 叫做这个Curvature 我们把它定义成Curvature of RS 那么你如果是在某一个点的话 那么就在某这一个点处 它有 就是在这个点处的Curvature 那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它的几何意义 就是曲线的弯曲程度 曲线的 这个Curvature 它表示的就是 曲线的弯曲程度 我们要怎么说呢 嗯 嗯 它的几何意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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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我们从几何上看 我们来看啊 我们画图 我们画图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点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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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 它的 它的 就是它的 实际上就是 就是转动的角度 是 这么多 它画了这么长的 画了这么长的 呃 这个叫做 要走这么长的路程 它的 它的turning rate 是这么多 但是我们看 如果在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能只需要 只需要走一点点 去 它就是会发现 是同样的turning rate 也就是说 我们 从曲线上 我们可以看 曲线弯曲的 呃 弯曲的越厉害 它的 转动角度越大 曲线 呃 弯曲程度越平 曲线越平的话 它的转动角度越小 就是在 相相同的时间 嗯 我们可以这样子 分析 我们为什么是 啊 这样这样子 我们 我们说它的解释啊 嗯 如果是 这个 same arc length 同样长度的话 呃 这个 嗯 这个 嗯 如果 angle 这个 越大 嗯 那么 弯曲程度 啊 就是turning rat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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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话 如果是同样的turning rate 那就是 嗯 那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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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表示它的 完全程度越大 嗯 我们要怎么说呢 嗯 用中文的解释的就是说 嗯 嗯 用中文的去说就相同的 嗯 相同的转角 弧长越短 弯曲程度越大 这个我们可以直观上可以看可以看得出 所以 那我们把这个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曲率 与 转角 成正比 与 弧长成反比 所以我们把曲率 定义 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这个转角 除以这个 弧长 当然说 在一点处 我们还是令弧长 取近理 当然我们这个 直取绝对直 所以这个 是这样是 我们的曲率的几何的意义 几何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 因为这是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是单位切向量的转角 单位切向量的转角 它 因为单位切向量 它的长度都是1嘛 所以如果这个是 好 这个是 R 嗯 这个是R S 加上DeltaS 这个是R S 那么 RS-R R 减 就是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 取 取 求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它 K S 我们是Limited DeltaS 取近0 我们把它写成 DeltaTheta 除以DeltaT 除以DeltaT 再乘上 DeltaT 除以DeltaS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DeltaT就是这个嘛 DeltaT 是等于 T S加上DeltaS 减去T S 那么当这个 当这个DeltaS 越 越小的时候 这里 当这个DeltaS 去近0 那这个 Limited DeltaS 去近0 这个DeltaTheta 除以DeltaT 这个是等于1的 为什么呢 DeltaTheta 因为这个长度是1嘛 那我们这个 DeltaTheta 就是这个 ArcLens 因为我们这个S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知道S 是等于 这个弧长 我们这个单位元的弧长 单位元的弧长 我们知道 弧长是 弧长是 R乘上Theta 这是R乘上Theta 这个是半径 乘上Theta 但是我们半径是等于1 正好是等于Theta 也就是说 这个弧长 从这看 我们这个弧长 是跟这个角度 是相等的 那么这个 这个曲线 这个直线 这个切线 当这个弧长去近0的时候 你就很显然 它们 它们是等于1的 它们两个是 角度是相 对它们两个 这个 长度是 长度的几线 是等于1 很显然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 Ks 是等于Limit DeltaS 去近0 那么DeltaTheta 除以DeltaT 这个长度 乘上DeltaT 除以DeltaS 这个长度 那么我们看 DeltaTheta 除以DeltaT 这个长度是1 所以这个结果 那么 第二个 这一部分 就是 就是 DT Ds 它的几何意义 我们从它的几何意义 就是转角越大 这个 弯曲程度越大 转角越小 这弯曲程度越小 就是跟转角成正比 跟无常成反比 那我们得出它的这个 曲率的几何意义 几何意义 实际上就是单位切向量 关于S的Derivative 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定义 那我们怎么计算 那这里我们现在只给出 无常的情况 那如果是一般参数 那我们就要换成无常来算 如果要只想用 一般参数直接计算 那我们的下一个 下一个视频 我们再讲 我们来看一下 求 我们有另外一些 我们に其他评论 我们还是最多赶紧的 许多幅 要分析 Curvage of Helix R等于 A cos t, A sin t 和 B t 好,这是我们 Helix 那我们现在我们并没有给出在一般参数下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这几个东西 当然Unit Tendive Vector我们是可以算的 但是Curvage和Lomar我们是不好算的 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已经算过了 我们要把它化成互长参数来计算 那这个我们知道R关于 t的Derivative是负A A cos t和B 那么它的导数的磨长是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 所以S是等于根号下从0到t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 Dt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t 所以我们t是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所以就我们把它划成 所以我们把它划成互长参数的 划成互长参数的曲线 它就是等于A乘上cos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和Bs除以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 那么我们先划成互长参数的形形 那我们知道unit tangent是等于R关于S的Derivative 直接算就是了 我们不用去算那个 不用直接去算那个 算它的磨长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t等于R关于T的Derivative 除以它的长度 如果在t的情况下 那我们直接就知道 这是负的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cos sinT 和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cos sinT 还有就是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B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在一般的形形下 我们算unit tangent vector unit tangent vector 这个我们没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两项 我们就不好算了 那我们就先算一下 互长参数一下 它的unit tangent vector 是负的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然后cos sinT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这是第二个坐标是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cos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B 那么你如果说我们再把t等于这个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我们带回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unit tangent vector是一样的 好 给出了unit tangent vector 那我们去算 normal vector 那我们先算 这个t关于S的derivative 这是dt 我们要先算这个 然后unit tangent vector 我们知道这个要除以 要除以它的长度 当然你直接那样算 我们就已经算出了ts 那我们就直接用t的表达式来算 好 那么算出来我们对S求导数 所以是负的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这是cos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负的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这是 sin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0 然后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 那就是我们全部平方加起来再开根号 那么全部平方以后就变成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分之平方 然后A的平方 然后再开根号 二分之一 所以是等于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这是它的长度 所以lorn vector 是等于t关于s的derivative 再除以它derivative的长度 好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负的cos 3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和负的3 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0 这是它的lorn vector 然后最后我们curve 因为我们已经算出了这个了 所以curve是等于这个 当然它也是这个 关于s的二级的derivative 所以是就等于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之A 那其实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 那我们看这是第4点 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得出 我们N不就是等于 T1.S 除以T1.S 它的长度嘛 它就是T1.S 除以这个curve 所以我们也就 这个实际上是R关于 我们看有没有必要 R关于S的两点 除以Ks 所以我们也就得到T 关于S的一点 这是Ks乘上N 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单位切 单位切向量的 它的关于S的derivative 是它的 曲率乘上它的发现向量 这是我们单位切向量 单位发向量 以及 以及曲率